新手增肌教程的第二期内容 这期视频主要讲训练的模块 在开始讲训练之前 咱们要先搞清楚 增肌的原理 通过力量训练使个别肌纤维损伤 再通过营养补充和休息 使肌纤维得到恢复 甚至超常恢复 所以其实在增肌的过程中 可以说你一直在扮演一个渣男的角色 而肌肉就是那个被你一次又一次伤害 又一次一次被讨好的老师人 就在这个过程中 老师人又会从老师人 逐渐成长为一个不再老实的老师人 最终变成大肌膀 首先咱们把我们浑身上下肌肉 大致分成小肌群和大肌群 大肌群就包括胸部 背部 肩部和大腿 小肌群包括大臂 小臂 腹部 小腿 对于新手来说 咱们应该把首要目标 放在训练大肌群还是小肌群的 答案肯定是大肌群 判断一个人的体型是否强壮 主要取决于他大肌群的发达程度 他们也是决定你整体视觉效果的重要因素 其次是通过大肌群的训练 而为了在训练大肌群的时候 也可以顺带练到小肌群 从而提升整体的力量水平 咱们首选的动作应该是复合动作 在这里咱们把它归类为五大动作 分别是深蹲 硬拉 握推 肩推 划船 不好意思搞错了 深蹲 双脚打开与肩同宽 脚尖朝外30度 骨盆中立位锁定髋关节 肩脚骨收紧锁定背部 干领处于斜方肌上方找一个舒服的位置 下蹲时髋关节和膝关节同时驱动 避免骨盆翻转的情况下 尽可能蹲到最低点 膝盖朝脚尖的方向打开 胸部抬高保持目视前方 硬拉 床头硬拉双脚打开与宽同宽 脚尖朝前 骨盆后请收紧臀部 背部放松打开肩胛骨 动作开始时 髋关节驱动臀部往后 干领下落时钟垂直身体重心 找到大腿后侧的拉伸感 起干时干领贴紧小腿 臀部力量驱动至动作结束 握推 在动作开始前调整身体位置 下背部悬空一拳空间 挺胸位肩胛骨后缩 下巴收紧 干领垂直胸部上方 下落手肘打开四十度角 感觉胸部拉伸感 起干时胸部驱动至动作结束 全程稳定住肩胛骨 肩推 干领垂直身体重心 骨盆保持重力位避免前行 下落时挺胸微抬下巴 身体重心往后给干领流出下落的空间 手肘朝前四十五度角 干领下落至下巴 起干时肩部驱动至动作结束 干领划船 划船时身体位置与硬拉相似 背部挺直臀部往后 肩胛骨保持下沉 干领垂直下落至膝盖处 起干领时肩胛骨带动手臂 将干领体拉至小腹位置 全程背部肌肉驱动 好了回到这里我们讲一下为什么全部选择的都是干领训练 首先不管是对于健身新手还是健身老手来说 干领训练都能帮助你更好的提高力量和肌肉维度 亚领训练的不稳定性更有帮助于你的小肌群 其次是对于新手来说 可能会发现不同程度的左右力量不平衡 而干领训练前期可能会让你感觉很难受 但是更多干领训练之后你会发现这些问题都会逐渐改善 那么很多小伙伴都会说 这些复合动作太难了 能不能用器械训练来代替 答案是不能 当然在你还没有掌握这五大项之前 你也可以花一半的时间去玩一下器械训练 但是这五个动作在未来一定是你需要着重训练的项目 最后一个点 如果没有时间去健身房 家庭健身或者说徒手健身可以实现增肌吗 可以 但是也许你很快就会遇见一个瓶颈期 因为家庭健身可以选择的重量是非常有限的 这就要说到增肌一个重量选择的问题了 一般来说在营养和休息充足的情况下 力量的不断提升也会伴随着肌肉的增长 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一定要不断的去冲击最大重量 不断的增加你的训练容量 才有可能实现最有效率的增肌 好了我们聊完了训练 很多小伙伴问我在训练过后应该隔多长时间吃饭 那么我们既然说到吃饭 话说我前天下单路对苹果耳机 其实我本身训练一直不喜欢带耳机 但是最近 于是我发现我确实是需要一对耳机了 于是精打细算的我对比了几个平台 淘宝的价格是1699 京东的价格是1598 然后在拼多多最低的价格竟然才1499 有点过分了 打开苹果都输入我的专属关键词10650 就可以看到白衣补贴 点进去就可以看到各个类别的商品 点开数码专区就会看到里面有很多商品 确实很实惠 如果你也想买一个同款耳机 可以在这里输入苹果耳机 就可以轻松找到并且享受同步优惠 里面还有很多包括家电 生鲜 零食 衣服 鞋子 都有参与白衣补贴的优惠活动 其实对我来说我的消费算是挺古板的 稍微价格高一点的商品就算贵一点我都宁愿去实体店里面购买 但这次拼多多联合的中国人保财险 假一赔十 如果你买到缴货可以按订单金额的十倍赔偿 而且同样支持7天退款 好了小伙伴们这一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这一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希望你可以给我